就是 哦呦小心 黑黄罩 小心带你走了 哎呀我都看到了 刚才最关键的是利用骨灰盒来破掉了迷团的跳刀 迷团刚才那么骚其实最重要的也是因为自己有一把跳刀 所以他觉得自己可以骚一骚 结果被对方一个骨灰盒破掉 后面技能接上来走不掉了 被破打 然后骨法的这个棒子也非常的关键 棒子这个技能我们来介绍一下 叫做优名守卫 这个技能升到四级的时候呢 它的影响范围是1600 1600是个什么概念 大家去算一下 迷团的攻击距离是500 就三个迷团的攻击最远攻击距离还要多 1600范围内的敌方单位呢 都会受到一个魔法恢复速度减慢的效果 减慢是多少 减6点每秒 也就是说 你如果魔法恢复速度是6点每秒的话 那你这个时候就魔法就不恢复了 你双眼神不能叠加 双眼神叠加 真眼看不到你的话 你就可以走掉 好 然后是6点每秒的魔法 减慢恢复 这还不是最硬霸的地方 最硬霸的地方是 诶 乖乖 你干嘛 我叫做小狗 它把它趴到下面睡觉的 突然开始坐立不安了 这个这个 说到哪里 哦 说到这个优秘守卫 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它四季的时候呢 有一个 你放魔法 你要受伤的这样一个效果 1600范围内 敌方单位 如果释放魔法的话 它是 比如说它这个魔法的 魔法消耗是300点 那么它就要受到450点的伤害 它就是睡前的伤害 你让过来要抢盾吗 你跳进来干嘛 直接开了BKB咬你 这是 这你不是骗自己吗 还浪费一个TP的CD 哦 这个棒子没打掉 迷团呢 会死吗 没有放技能的话就不死 所以刚才那一次团战 哎呦 那次团战已经很远了 卡位 其实狼的这一个 碰撞体积是非常小的 但是 卡位如果操作得当的话 还是可以做一下 没有BKB 啊 好的 一个漂亮的空拉 nice啊 而且他不自己取消 他还等自己大招用完 哦呦 那个动作帅的 哈哈 太搞笑了 关键就是 他还要 等那个动作做完 自己骗自己 然后想到了 全程戒备里面 这个 虽然这是一部烂片啊 哎呦 80%的吸血 看你是抽的快 还是我吸的快 哎呦 好像 真的是没有你吸的快啊 潮吸大招 还可以吸一下 继续吸 好的 做男人不能怂 罗达 真是诠释了这一点 一个W加一巴掌 直接拍死 啊 所以古法这个英雄 哎 你看解说 Ruplay的时候 一个话题要讲半天 古法这个英雄 在面对对方 有一些这个 魔法非常 魔法消耗量 非常大的英雄的时候 是非常的有用的 比如说像SS 本身你推进非常的强 然后 古法呢 推进也不比你弱 有没有大招 冰你没大招啊 不是没大招 一个大招魔法不够刚才 所以像SS这种英雄 碰到古法 也会比较吃亏 放一个大招 600点魔法 二话不说 自己快挂了 哎呦 黑黄章的卷轴 是什么情况刚才 是我看错了吗 他刚才 BKB不是已经 合出来了吗 这种情况 有没有大招 这时候不敢放大招 放大招的话 他就挂 哎呦 居然还没死 看到蜘蛛BKB 所以说SF这个时候 大招没有放 摇了下屁股 就收住了 应该说 罗达对于人头的渴望 确实是世界一流 用蜘蛛BKB 用蜘蛛去换了 对方的一个潮汐 值得吗 他说 废雷 废雷CF的大招 值得 那我正好喝喝 这个盾 没有能够盾出来 这个大招也放 但老牛的大招的 CD比较短的 就五分多秒 一分钟吧 就是他有点无所谓 BKB可能要开出来了 开了BKB 变大 谜团有没有跳大 F一下 哦 冰女跳大 冰女跳大找死啊 所以这个大招 还是起到一定的作用啊 帮自己的队友把 哎呦 迷团就说嗨了 跳进来杀两个人 三杀 跳 这个推的棒推走 然后等跳刀 跳刀的CD还是很长 因为你跳进来的呀 等F 回身 哎 跳过来 哎 再见了 这个你跳的位置有点问题 跳这么近有什么用 带你走 哎 但是 是让小狼把这个古法搭行了 老牛这个地方 将着自己刚才利用自己的仙祖幽魂提升攻击力 冲进来直接把边吸血 边魔法 边泉水恢复的这一个古法给带走了 大招 哎 刚才这个大招用出来的话 搞不好老牛死掉了 400多点血 哦 呦 这互相在找啊 你再找我也再找 老牛在这个位置 BKB回城 差点A死他 哎呦 这个犀利了 果然是破级的 老牛自己也很 也很自得 打了半天 我们的罗导在哪里 BKB出来之后 似乎觉得自己参与团战 参与的太多 装备没打出来 所以开始在 继续的打一下装备 但这个时候 其实装备压制 已经是比较明显了 直接开了BKB 咬 还差一下 好的 再走 继续过来 想要咬SF难度比较大 因为SF只有引到的 SF这个时候 没有BKB 就是第二DPS 没有打出来 SF这个英雄 我记得以前 已经说过 你要是 不能够把自己的装备 及时的打出来的话 那你前期游走的再多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 因为你一定要成为 一个第二DPS 你本身是一个近战 而且你的技能 也注定你可以做DPS 好 大家现在收看的是 海招 你带来的 Lota解说视频 这场比赛是一场 replay的讲解 然后呢 将会带来 玉母蜘蛛 低延程视角的 这个演示 这一场 应该是 Lota给我们演示了 一个前期的暴力蜘蛛 那待会儿 要打什么蜘蛛 海招还是要再看一看 看看对方的阵容 那蜘蛛这个英雄 现在被削弱的是 非常的厉害 护甲要减少 然后小蜘蛛的 哎 场戏直接大招 那这BKB 还是看了出来 狼人和蜘蛛 两个BKB 哦 再配合老牛的大招 老牛是通过自己的 落大近身 近身之后 自己 那个叫自然秩序的光环 确实是直接可以把天灾团灭 这个位置还有一个人 大招没有能够及时的困住 斯文跳过来 用谜团的命换了自己的命 这个时候直接中路可以推掉了 这个这个没有什么太多的悬念 好 老人又取消掉仇恨 中路推掉 比分38比23 34分钟 这样的一个比分 确实非常激情 大家当都有一种 娱乐的心态来进行游戏的时候呢 确实 比赛我觉得可以打得很好看 这边有点 另行禁止 做得不够 哦呦漂亮啊 这里直接一个 变大 这个大招 不然的话刚才一个 直接带走了 狼人 开大招的时候呢 是有一个血量的增加的 这样的话 刚才一个水浪是没有能够直接带走他 不过狼人狠二的想要冲上来跟你队A 那还是杀你没商量 直接已经推到了冰封王座了 老牛被推进去 这什么情况 老牛被推进去 感谢观看